《警方國安處》今天宣布每人懸紅100萬 通緝8名涉嫌違反《國安法》的人士 包括任健鋒、袁弓儀、郭鳳儀、郭榮鏗、 許智峰、蒙兆達、劉祖迪以及羅冠聰 8個被通緝的人中 郭榮鏗、許智峰以及羅冠聰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他們一直都要求歐美政府制裁香港和中央政府 也高調聲稱流亡 一早已經是過街老鼠 而其餘的通緝犯又是些什麼人呢? 任健鋒是一個律師 在佔中以所謂散後組織之名參與政治 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就說 任健鋒多次會見外國政客和出席聽證會 要求制裁香港法官以及檢控官 而袁弓儀多年前就在一名商人 在反修理風波之後 多次在美國要求制裁香港以及內地官員 李桂華說 袁弓儀在海外籌組所謂香港議會 發動公投來推翻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至於前職公盟總幹事蒙兆達 在2021年離開香港之後 在英國成立勞權 聲稱要為香港勞工發聲 李桂華說 蒙兆達假借維護勞工權益為名 其實是在社交場合鼓吹港獨 攬炒巴樓祖敵在反修例示威期間 和團隊我要攬炒在網上中籌 他在2020年離開香港被警方通緝 之後和團隊因為分配1,600萬眾籌款項而鬧 國安處就說 他勾結外國反華政客和組織 要求制裁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而郭鳳儀就曾經加入所謂G20組織 並多次在網上中籌 《港區國安法》成立之後逃離香港 近日他有份向外國政要遊說 不要讓特首李家超出席APEC會議 國安處就說他出席外國聽證會 要求外國制裁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 今次的拘捕令也包括凍結、沒收 以及充公白人的資產 國安處聲言會果斷執行措施 阻折他們的資金鏈 港區國安法是有域外執法的效力 李桂華就強調 這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國安法一樣 亦都符合國際法的原則 又說8人如果主動投案和提供線索 法庭可以從輕或者減輕刑罰 其實這8人早就在海外走投無路 有人更一直明示或者暗示生活迫人 所以主動投案都不失為一個正確的選擇 現在的情況下 還有一個正式的選擇 和那些人 和那些人 我們下期間 我們下期間